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每天记录你有没有做到 例如我想要做瑜伽 我希望的频率是每天 意思是我想要每天做瑜伽 如果我今天有做到的话 我今天就可以打勾 昨天我没有做 所以我就不可以打勾 那我一开始下载的时候 我一共列了六项我想要培养的习惯 第一项是做瑜伽 第二项是冥想 第三项是慢跑 第四项是看书或是听有声书 第五项是练习吉他 最后一项是改变饮食习惯 吃素 我后来觉得我好像一次裂太多了 搞得自己压力有点大 不过有时候我每项都有做到 每个都可以打勾 我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但是最好还是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可能先从比较低的频率开始 像是一个礼拜两次慢慢调整成一个礼拜三次四次 再慢慢变成每天一次 这样才可以比较持久 那第一项是我比较有做到的瑜伽 我从以前就知道做瑜伽对身体很好 我也一直都有兴趣 之前在墨尔本的时候也参加过几次瑜伽课跟体验活动 但是一直都没有规律得住 一直到几个月前 那时候疫情比较严重 比较常待在家里 我发现了一个很棒的YouTube频道 那位瑜伽老师非常的专业 也很随和 让初学者也可以没有压力地跟着做 所以我趁着这个非常时期 想说试着去培养做瑜伽的习惯 一开始从比较简单的动作开始 因为我很容易压力大 也常常坐着用电脑 所以我做了针对肩膀和脖子的舒缓瑜伽 非常有帮助 做完感觉舒服多了 精神也好多了 后来我做了三十天系列的课程 循序渐进的 从比较简单的动作 慢慢做到难度比较高的动作 每天都告诉自己一定要记得做 不要偷懒 做到最后一天第三十天的时候 我很佩服我自己完成了这项任务 原本一开始以为不可能做到的动作 后来我也可以做到了 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瑜伽对放松很有帮助 毕竟现在人压力普遍都很大 而我自己又特别容易感到焦虑 常常都觉得脖子跟肩膀很紧 每天早上空出三十分钟去做瑜伽 对我来说帮助很大 我希望可以继续保持这个好习惯 那第二项我想培养的习惯是冥想 英文是meditation 我也是一直都对冥想很有兴趣 参加过许多相关的活动 偶尔也会做一下 但是都没有养成习惯 对我来说很难静下心来 我很容易分心 很快就会开始想别的事情 忘了自己在冥想 发现自己开始发呆后 又赶快把注意力抓回来 我只给自己很小的目标 每天做五分钟就好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就要做个十五分钟 三十分钟 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 把目标设小一点比较容易达到 也比较有成就感 才可以继续保持 老实说这个习惯我这个月都没有做到 最近真的蛮忙的 而且也发生很多事 所以一直没有兴趣做这件事 不过这些都是解口啦 我想现在我也休息够了 希望可以再重新开始 那冥想的好处 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我希望自己可以比较平静一点 不要为了一点小事 就很容易生气或是很在意 也希望可以提升我的专注力 做事情可以比较专心一点 不要那么容易分心 常常在工作的时候 一不注意就开始在做别的事情了 变成做一件事要花更久的时间 很没效率 如果可以提升专注力 那就可以赶快完成工作 做别的想做的事情了 再来第三项习惯是慢跑 我猜你们很多人应该都有在慢跑吧 我其实这几年很少运动 总是有很多借口 像是夏天天气太热 冬天太冷 那夏天的时候我喜欢晚上去运动 因为白天真的太热了 不过有时候一忙 时间太晚我也不想出门了 那现在除了做瑜伽之外 我想也应该偶尔慢跑一下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一个礼拜慢跑两次 很久没有慢跑真的很难跑起来 所以我从快走开始 至少让自己出门动一下 我喜欢慢跑是因为 有时候工作一整天 晚上换个衣服鞋子走出门 听个音乐或是听个podcast 边跑边听 跑往感觉舒服多了 也可以消除压力 不然一整天待在家里或是办公室 真的会觉得很闷 除了消除压力对身体好以外 还有我觉得慢跑也可以转换心情 有时候因为一些事情 心里闷闷的心情不好 甚至感觉很没力没希望 很烦 这个时候去外面走走慢跑 转移注意力 跑完竟然感觉心情好多了 有时还会觉得 我刚刚干嘛那么难过那么烦 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心情不好 试着去转移注意力 转化成运动效果非常好 不要一直陷在负面的情绪里 去做些别的事情 会发现其实也没自己想得那么糟糕 再来第四个我想培养的习惯是阅读习惯 就是看书或是听有声书 阅读习惯是我一直都很想培养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 也比较容易把一本书看完 看的书应该也比现在还多得多 以前我喜欢看小说 特别是奇幻小说或是经典文学 后来我对比较多东西有兴趣 看的类型比较多比较广 也会看哲学历史或是知识型的书 不过后来我很少看书了 我想除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变了 忙别的事情 很难找时间静下心来看书 还有科技的变化 知识跟资讯的取得变得非常容易 以前你要看书才能得到的知识 现在只要上网查就可以了 还有人会做影片 你甚至也不用读文章了 不过我还是喜欢读书的感觉 特别是实体书 除了吸收知识以外 也会对文字比较敏感 我自己也喜欢写作 即使科技变化再大 对我来说文字还是无可取代的 所以希望可以培养读书的习惯 那因为现在也有有生书 用听的 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不高 只要可以每天看一点书 或是听一点有生书 甚至是podcast 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好了 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 还有另外两个我想培养的习惯 我想留到下次再跟你们分享 你有什么想培养的习惯吗 或是你也在做瑜伽 冥想 慢跑 或是看书 对了 如果你也喜欢看书的话 请跟我分享你最喜欢的书吧 英文或中文都可以 我想看一些经典的书 或是经典文学 我也非常想知道你的想法 有什么意见都欢迎写信告诉我哦 我的email是 Mandarinwithabie at gmail.com 期待收到你的信哦 谢谢你的收听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